众所周知 乌克兰问题已经到了制高点 俄罗斯也做好了一系列准备 展现出完全不怕两线开战的信心 架势已经拉开的乌克兰 面对强大的俄罗斯 显然没有多少信心 所以前不久乌克兰公开招标 希望从北约引进先进战机 来替换掉相对落后的米格29 在一些入围的战机当中 最有可能最后进入乌克兰国门的 当属阵风战斗机 法国的贷款已经拨给了乌克兰 阵风战机的入围希望也最大 那么这也意味着 如果俄乌开战 将来阵风战机将会同俄罗斯的苏35同场竞技 那么两架战机谁的实力会更加强劲呢 要知道 苏35是目前除美国F35以外 全球军贸市场最被人看好的先进战机 实力不容小事 而阵风战机最近几年在欧洲地区也名声大震 也属于四代机的巅峰之战 其实一直拿苏35对比F35这类战机 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毕竟两款战机不属于同一代产品 而和阵风战机的较量 才属于同级别对比 阵风战机性能并不差 尤其是在多用途作战能力方面 拥有全球顶尖的实力 不仅海空兼顾 而且同时拥有对空对地对海的全面属性 而且在性能方面 阵风给人的感觉就是全能 基本都会 而且实力相对均衡 这也是欧洲一直大力吹捧的起原因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 在多用途方面能与之媲美的只有F35 苏35作为和阵风一样 在四代基础上改造同样脉部进入到 四代半的多用途重型战斗机 也是可圈可点 采用传统飞行方式时 苏35直向性要比阵风战机差不少 但在持续机动能力 以及超载性能方面 又优于阵风 也可以这样说 在1.5马赫的速度之下 苏35或许不是阵风的对手 但超过1.8马赫的飞行速度 阵风就会败下阵来 在武器方面 苏35搭载的237型远程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阵风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 实在有些小无间大乌了 在超市距作战中 还没有同级别战机 可以和苏35竞争 即便是美国五代机也差得很远 放到战场上 阵风如果不受到干扰的情况下 或许可以造成大规模破坏 但也需要注意 或许还没有到达预定战场 就会被苏35在远距离直接击落